鸡肉炒飯 雞尾包沒有雞尾,我知道 菠蘿油沒有菠蘿,我也知道 還有揚州炒飯不示範 寶哥,是玩甚麼? 其實今天我用了米形意大利粉 做揚州炒飯不示範 心得來好像很簡單,覺得是炒飯 好,我這裡有一些米形意大利粉 這個已經煮好了,煮好了 這個準備教大家煮 滾水已經準備好了 滾水 還給點油 點油 有點像蘿莎圖,不是那些嗎? 這個比較尖 很緊張,放多少? 這個放兩湯匙都可以 兩湯匙好像很多,你叫我停 你不相信這個 好,我不相信我自己對手 放半湯匙鹽 放這個…炒飯 我想問這個通常是怎樣煮的 雖然這些都像意大利粉那樣的質感 這個正常要加忌廉和奶煮 好像羅莎圖,真的當意大利粉嗎? 很像… 很像意大利粉煮 西式的食法 這個我現在倒進去 這個要煮多久? 三分鐘 為甚麼煮這麼快? 對,因為如果煮濕到脹身 口感就… 很軟,對嗎? 對,不要咬口 我是因為等待還要炒 對,特地還要炒 我切了一瓶沙拉米 中文糯 沙落味 這幾條東西很有趣 對,這個就是德國的 這麼幼的? 對 平時的比較粗 我喜歡用這個 很迷你… 很迷你的南腸 我沒見過,寶哥 對,超市也很常見,經常買的 為何要選這個東西用? 對 我真的見過 如果太粗,炒出來就沒問題 有些是波子的形狀 是 但配這個炒飯就不漂亮 但我想問這隻的尺寸這麼幼 是平時怎樣烹調用這些臘腸 可以生吃,也可以配沙拉一起吃 寶哥,我看你有叉燒 為甚麼還要這個腸 這個腸有一點不同 因為這個腸的味道和醃製香料 跟中式的叉燒 臘腸 也不同 這個叉燒漂亮嗎? 漂亮,是否半肥瘦叉燒 絕對半肥瘦 吃叉燒,我覺得一定要半肥瘦 我們只拿這個位置 對 哪個位置? 這個瘦的位置 這個位置 待會我們切片來吃 這是哪個位置? 對 看不出來,這是哪個位置 這是梅頭,梅頭偏瘦的位置 有一點招衡,也是好吃的 我們怎麼會找呢? 其實你說我是家家 師傅… 寶哥介紹的,叫我要這個位置 對,你一走過去 她已經說 家家小姐,你是不是要半肥瘦? 她立刻… 不,還是你要全收? 對 我看得出樣子 這個位置 用叉燒來找一個右上角 這個… 不是切絲嗎?切粒嗎? 切粒,要炒飯切粒 如果炒米粉、炒河粉 切絲狀 如果叉燒,真的要有工夫做 如果真的不懂做 買一些現成的叉燒 自己這樣切也可以 對,自己做也可以 這裡,蝦仁… 我事前已經挑場了 是 吸乾水了,切粒狀 整粒放進去可以嗎? 整粒放進去… 好像很重料 為什麼你不熟了才切粒? 熟了切粒就沒那麼好 有什麼沒那麼好? 爆的時候就沒那麼香 如果切粒才爆,會比較香 因為接觸面比較多 這個蝦有點高 對,這個真的是自己剝殼的蝦 好,接著呢? 今天你預算這個揚州炒飯不是飯 我想問的份量是多少人呢? 六人份量 六人份量,好 六人份量,剛才你看到的小碗飯 其實炒出來有很多 加上一些醬料 煮出來大了很多 加上配料也很厲害 好,我們加了這個 鹽和生粉,拌至起膠 接著我加少許油 修夷,麻煩你,準備油 其實平日我炒飯 我不會再醃蝦 隨便混在一起,有味道 但為什麼要醃蝦 醃蝦會爽得更滑 寶哥,時間到了 夠了,時間到了 謝謝天佑 謝謝… 你厲害,你剛好 特別我準 剛好,對 好,先看看 其實我一會兒教大家看 看上去… 晶瑩剔透 看上去 漿糊糊了 咬下去,還有英文叫什麼 好,淋滑 對,是… 像是白色一樣 對,中間有一點… 很好聽,可以說一次嗎 淋滑 要淋上樣子 即是下次… 下次寶哥,我想要一個淋滑 對 是什麼… 這個,如果形容在… 女士嗎 中餐來說,叫生骨 炒得正好 就最好了 對…好 好,接著就爆蝦 炒蝦 炒飯油嗎 飯不要炒,要少許油 我最喜歡加油 好,加多少… 加一湯匙左右 好 好,謝謝 看你手震 油很重 對,真的重 很有壓力,沒有在那邊 好,這個蝦先放進去 是 先煎一煎 煎一煎 爆一下 對 很棒 謝謝,俞兒 放在酒樓拉油 拉油的蝦我覺得不太好吃 什麼 雖然是敗菜,但是… 拉油,什麼叫拉油 酒油 對 因為你知道我們不懂得煮東西吃 我又沒有你們那麼聰明 所以… 那是什麼叫酒油 酒油我就懂,拉油 總之最好就煎香 對… 很快,已經金黃色了 很有型 好 接著,放芝士進去 一起爆炒 一起爆炒 對,讓油爆出來,很香 腸心透明就可以了 接著可以加上芝士 花椒 我想問,其實平時的揚州炒飯 最重要是有叉燒和叉 還有什麼配料一定要加上 雞蛋… 對,還有蔥花,一定要加 好,搞定了 叉燒,反而沒有爆太久 因為乾了不好吃 真的辣一辣,叉燒 對 蝦現在很香 顏色也很漂亮 很公平,這盒很好吃 以前小時候吃揚州炒飯 只要挑出蔥,然後吃蔥 你這麼浪費? 小時候不喜歡吃綠色的 通常都是這樣 好 炒東西了,是不是? 接著… 有需要加油嗎? 要… 要我給你兩湯匙,要多一點 好 差一湯匙 你看,湯匙這麼大? 好,謝謝 接著我們先炒雞蛋絲 雞蛋絲 就是跟平時炒飯的步驟差不多 差不多… 這裡有多少隻雞蛋? 這裡有三隻左右 三隻左右 兩個全蛋 是不是要炒到雞蛋的桂花? 對,炒到散開 一定要不斷快速動動 快速動動,對 這裡有兩個全蛋 一隻雞蛋 很高興,你的炒蛋 很快嗎? 很快嗎? 差不多了,我真的搞定 壓得好像一粒粒似的 火喉長是否從小慢慢燒 要大火嗎? 是,越來越大火 現在先炒上來 已經可以了? 我看到你炒得好像一粒粒 要大火,所以才不會黏底 有時候這樣壓膽就黏底 大火才沒那麼容易黏 炒之前,你看我剛才提前燒了鑊 熱一點的鑊 熱了鑊,對 而且鑊也很重要 雞蛋也馬上吸收了油 沒有了 好,再加少許油 好 我們留下少許蛋 我看到你剛才好像魔術師 轉轉轉,從一聲 由一些液體變成,好像很快的 對,那個就是… 雞蛋很香 雞蛋有時候炒米粉和炒飯 為何要加呢? 因為一來香而來,令夢而黏底 對,這個就是蘸了 對,我們就… 這碟是我提早燒了的米形意大利粉 對 其實煮完後,在燒機裡吹到冷了 炒才好吃 就是才好炒 就像炒飯要放夜 要冷的 對… 很想要放隔夜 放不需要十幾分鐘 放雪櫃呢 放雪櫃也不用,除非用不完 對,也有點像飯,你看現在炒一炒 收乾,對嗎? 當然像飯,是米 對,你很厲害 真是,很厲害 它會否焦呢?你們… 會的 會焦呢? 先煎一煎 煎一煎 我們炒飯有一點焦香 米有一點焦香才好 一個不小心焦了 平時家裡煎 你就會,寶寶不會焦太多了 煎一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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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放少許鹽花 少許鹽花 剛才蛋裡沒有放鹽? 蛋裡沒有放鹽 蛋裡沒有放鹽 反而糖不用,這次是嗎 這次沒有放糖 我反而會放燒汁 這招是我廚師的前輩指點的 燒汁是你自己做的還是買的? 也是買鹽性,超市買的 已經夠方便了 是 家裡最好 這是日本的燒肉燒汁嗎? 對…就直接倒出來,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等它燒焦一下 對,這樣就… 先燒一會 然後放下去,差不多了 配料可以放進去 很多 足料 料炒飯 全部放進去嗎? 全部放進去 全部放進去 你看,好像… 當然 好像有蝦粒多過炒飯 不要緊 好,雞蛋現在才放進去 好,完全煎不出飯 好 而且粉也是黃黃色,很漂亮 對… 剛才你說會否這麼少?六人份量 你看,現在這樣加上配料 真的差不多了 也很厲害 對 不過可能天日說要多吃兩碗 三碗就不夠了 天日很快 拌碗就好了 拌碗就好了 不要緊,要這麼高大吃多一點 不要,拌碗吧 留給我們… 配料 同時也是 大家看看,很爽 一粒粒 只要加少許油 炒出來就很好炒 不加油就容易黏在一起 就很容易黏在一起 何時加燒汁? 現在差不多要加了 好,謝謝 我想問,在炒飯來說 除了中式的揚州炒飯 西式一定是西炒飯 西炒飯… 西炒飯可否用這些蒜蓉來做?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因為也是一個拌飯的物體 如果你不當是意粉 而且…它比較健康 最適合秀兒和賣家家的 是否吹鼻子 不是… 不是,不過他是想說的 你讓我 read… 抖了哥哥 我虧姨姨姨姨 這麼睡覺 美女 姨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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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蔥花就可以了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蔥花… 整個飯盒是 很香 不要切太碎,切粗一點 粗粒一點 好像有紅豆那麼大粒 炒出來, 香味會長久一點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將蛋粒刻意炒, 粗粒一點 會令整個主體搭配 好, 這個是揚州炒飯 不時飯, 希望大家喜歡 炒雞腿 先吃一口, 炒雞腿 炒雞腿